最后 消防队员找来了一根海钓鱼竿 将鱼线甩到了复电席所在的船上 救援人员利用连接好的鱼线 将几根救援绳索和救生圈输送到船上 并通过这条生命线将被困的复电席拉上了岸 接警后 大连消防立即出动三辆抢险救援车赶赴现场 此时 四艘船因为连在一起 已经全部开始下沉 而复电席被困的小船因为距离岸边太远 加上风浪太大 消防队员根本无法靠近 救援人员多次向小渔船抛制绳索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都没有撑 最后 消防队员找来了一根海钓鱼竿 将鱼线甩到了复电席所在的船上 救援人员利用连接好的鱼线 将几根救援绳索和救生圈输送到船上 并通过这条生命线将被困的复电席拉上了岸 最后 消防队员找来了一根海钓鱼竿 将鱼线甩到了复电席所在的船上 救援人员利用连接好的鱼线 将几根救援绳索和救生圈输送到船上 并通过这条生命线将被困的复电席拉上了岸 接警后 大连消防立即出动 三辆抢险救援车赶赴现场 此时 四艘船因为连在一起 已经全部开始下沉 而复电席被困的小船因为距离岸边太远 加上风浪太大 消防队员根本无法靠近 救援人员多次向小渔船抛制绳索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都没有撑 最后 消防队员找来了一根海钓鱼竿 将鱼线甩到了复电席所在的船上 救援人员利用连接好的鱼线 将几根救援绳索和救生圈输送到船上 并通过这条生命线将被困的复电席拉上了岸 年轻人员没救养